反正做完不外乎Excel的方法 再到Excel里面的函数 那当然如果有更高阶的函数 我会举例说明 当然有更好的方法 可是如果没有 或者是说你可能为了做这件事情 你要花很多的力气 而且做很多公式才能玩 那你这时候你就需要把它简化 那简化的方法呢 当然不外乎最好是按个按钮 就可以自动输出 那这边顶多就是一个清除 然后呢这边也许多一个输出的话呢 有两种方法 这个输出是里面直接输出那个结果 在某个输存格里面 那这个输出的话呢 是直接输出的时候呢 是输出一个公式 OK输出一个公式 然后一样会有个清除 反正这个清除可以共用的 那输出的话呢 当然输出的话呢 会有几个问题 不外乎就是说 这个小数点该怎么处理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输出之后 那这个怎么样撰写 这边的输出 我想前面都有写过啦 所以你们大概 可以可以将来慢慢的 自己就要有懂得撰写的方式 其实程式没有几行 第一个一定是什么呢 先回圈嘛 For I 等于第13栏 到最下面一栏 所以你必须可以从 也许你从那个 A13向下侦测 那抓到最下面一列 到底是哪一列 那27当然你不要写固定的 慢慢要写成是非固定的 那底下有个NAS 再来的话呢 输出到哪里 输出写前面嘛 那就是Sales的I 指的是I列 逗点I 这个I的话指的是I欄 前后要加双一号 输出什么东西呢 这个时候你就是 要把那个什么 固定的位置 这三个位置 其实我习惯 如果是这个固定的位置 我用Range来表示 Range 因为它不会变 反正就固定的 有点像你按那个F4 或者前面加个钱的符号 那我会用Range 那基本上我是Range的D11 乘上这个储存格 可是这个储存格将来会变动 会变动的话用Sales 不会变动的用Range 所以其实之前的同学会常常 搞不清楚什么地方用Range 什么地方用Sales 那这里我的写法基本上 因为Sales里面 然后蓝跟列都可以用数字 但是Range里面 会是需要用一个文字 那文字就不适合放在回圈里面 因为回圈里面 它会变动的一定是一个数字 OK 所以Sales里面 一定是放一个会变动的 那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 这个的话将来就是一个会变动的Sales 的哪一列 I列 因为我们这个会变 哪一栏呢 D栏 把这两个箱层 加上这两个箱层 其实就是跟刚刚的公式一样 加上这两个箱层的结果 帮我输出到这里 那输出写前面 公式写后面 所以最后写完的话 就类似像这样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因为这前面有很多都写过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 第一个 一样就开启开发人员 然后Visual Basic Visual Basic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我们再插入一个月考的程序 程序里面你就打一个月考 按确定 会有一个那个Sub出来 中间东西可能要自己打上去 实际上就是这三行 其实没有很多 里面的话 就是For i 等于13到最下面列 那最下面列 恐怕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而且将来用到的几率非常的高 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的范围不是固定的 会有一直不断增加的可能性的话 那你就需要让它用追踪 那追踪的写法不外乎就是什么 写一个Range 因为我会先从游标放这边 Ctrl向下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应该用哪一栏来追踪会比较好 其实在这里A B A到H都可以 不过我会比较建议是哪一栏呢 建议是那种最好是编号 因为一般编号就是所谓的 资料库里面的Key 这个Key的话就是说 它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就是它里面一定会有资料 如果有资料的话 不会像说有些 有些可能它这个C是缺考 如果你缺考的话 如果你Ctrl向下 它就停在这里了 OK 所以如果有一定有资料的话 那你又不要放这里Ctrl向下 那就追踪一定不会有问题 理论上 所以我们用A 13 向下去追踪 所以向下追踪的写法 我是建议啦 各位就是打一个Range 13 对不对 再给它点一下 其实也不用背 就打一个E 这个有一个End 那你把它点两下 前刮弧它会出现上下左右的追踪 那你就是用那个往下 然后呢再点一下 你要抓的是蓝还是列 你就打列 OK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用到的机会还蛮大的 未来如果说你要追踪哪一蓝 那你就是Excel to write 然后点Color哪一蓝就出来了 OK 那这样的话 你的蓝跟列 你就知道说 到底你的范围到在哪里了 那接下来就是 把最后的结果写在前面 就是我要输出到这个I蓝 所以写法就是这样子 Sales i.i 输出什么东西呢 如果是固定的话 那我就写成这样子 这个就Range D11 乘上什么呢 会变动的 会变动的指的是下面这个层级 因为它要一直往下 OK 那我就是把这个相乘 加上这个相乘 E蓝的 再加上F蓝的相乘 那帮我丢过来 所以基本上呢 写完之后 执行的结果 就是类似像这样 执行全部都输出了 那顶多就是多一个清楚 这个清楚前面也讲的蛮多的 那清楚的话 基本上 我这边的写法 其实比较快的方法 就是直接怎么样 把上面的月考 直接复制贴上 改哪里呢 其实改这里就好了 有没有 后面把它输 不过呢 特别注意 这样的清除方式 效率比较差 因为呢 它是一格一格一格的清除 那一格一格的清除 如果小范围没感觉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很大一个范围的话 你会发现它就是变慢了 像好像上个礼拜那个什么 年历那个地方 你就感觉 所以我讲过说 如果你要写成 用range的方式的话 h这边把它注解一下 应该还记得那个写法吧 这个写法的话就是说 我们如果用range的方式清楚的话 那你就告诉它说 我的range 所以你的写法是告诉它范围 那这个range的话呢 是从哪一个呢 哪一个开始 从那个i的第13 冒号到那个i的第27 不过呢 这个27怎么样 将来会改变嘛 所以你其实把27怎么样 可以改成用侦测的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27哦 删掉之后哦 空格end 串接什么呢 请你把侦测的这个 因为我需要27嘛 我就把这个拿来这边 它最后就是i 再串一个27哦 OK 应该可以看懂吧 就是 所以底下如果 列数增加 它也会自动向下抓 然后再来点一下 clear CL 特别是哦 系的用clear contents 为什么 因为如果clear的话 它会把那个格式啊 还有框线啊 全部都清光光 OK clear contents 这样子这个方式 最后的结果 跟上面是一样的 下面的方法 好处是效率比较好 OK 尤其大量的资料 那第一个月考 输出 第二个月考 清除 OK 那再来月考公式 这个我们有讲过啦 其实不外乎 就是输出的是一个公式 OK 那这个公式就是由什么呢 由我们这边的公式 而参考来的 那输出你会发现吗 哎 那我要怎么样动态的输出这个公式啊 其实也是一样啊 不外乎就是什么 先跑个回圈嘛 然后再丢什么 其实也可以从什么上面这个公 这个Ctrl C Ctrl V 这边的话把它贴到这边 那差别还记得吧 把这个改一下 这个头跟尾 这个 那改哪里呢 其实特别需要 主要就是改那个输出的时候 这种月考的这个方式是 你是把公式全部都算完之后呢 再丢回去 那可是问题啊 如果说你要怎么样呢 丢过去的并不是一个你在VBA里面做完的 而是什么 你是丢一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怎么丢哦 其实哦 主要是后面也是空的 然后呢 啊怎么样呢 你可以把刚刚这个公式 Ctrl C 取消一下 好 再来怎么样呢 把它贴到哪里呢 这里面来 但是呢 有几个地方可能会变动 哪几个地方呢 这个吧 这个要变这个 有没有 那特别需要 就是说呢 你在现在输出的话 会怎么样 它一定输出 会是每一个都是84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下面还是84 可是问题 你下面不能还是84啊 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边改成14了嘛 所以 也就是说 这个里面的值 要把它 这两个值要怎么样 把它用那个I来代替 那I来怎么代替 其实前面也特别讲过 而且有特别要求各位 尽可能的去练习 就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把公式贴上 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检查一下 里面有没有双引号 如果有双引号呢 记得改两 因为还有前面有印象嘛 第二个就是说呢 把列13的那个 改成I 那I的方法 记得哦 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endend 移到中间 打个I就好了 然后呢 因为VBA的end前后要空白 所以你再把空白补上 可以应该有印象嘛 然后呢 那你就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东西做一次之后 后面不用再重做了 你直接怎么样 把后面这个也贴上就好了 这样就改完了 OK 这个蛮重要的啦 未来如果说 你原来已经有个公式 那你不希望重新再撰写VBA的话 这个也是一招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它直接输出来 你会发现呢 他就会看到的结果 就类似像这样子 请各位试一下 输出清除 输出的话 这个是公式 我就把这个公式套过来而已 OK 后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